早晨,今天是7月3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追渣沽》 今早由太风东方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朱俊文和谭海云佩里开始 7月第一个交易日 朱sir,今个星期大市有什么焦点? 我们说稍后45分钟后就会公布中国财新PMI 到时可以看看经济6月份的情况是怎样 7月初有些数据已经公布了 例如是汽车的数据,有些板块都可以留意一下 至于美国这一两天有些假期或是开半日试 所以没什么太特别的事情要注意 如果是重要的数据都要到7月中或7月尾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问题想问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的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的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表现 美股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是做好的 导致一度升超过300点 美国最新公布的PCE数据再度回落 利好美股的表现 科技股跑赢大市 导致高开后继续做好 林近美市最多升344点 收市是升285点 报34407点 升幅0.8% 标指升1.2% 报4450点 纳指上升1.4% 报13787点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上升1% 欧洲股市高收价 德法股市上升超过1%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苹果收市升2.3% 收市新高 亦是史上第一家 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的美股公司 Meta Amazon和Tesla 升幅超过1% NVIDIA上升3.6% ADR相比半港上的收市是普遍向上的 京东和百度都比半港收市高出1% 阿里巴巴比半港收市高出0.6% 折合81.65 汇控比半港收市略高 突破62元 折合就是62.1% 友邦、港交所和比亚迪都比半港收市高不够1%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升超过1% 升468点、33,657点 首尔综合指数升29点、2593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和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 今天早段也要向下 悉尼普通股指数跌1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11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的情况就是和大家看看 在升55点左右 港股上升19,000点流上 暂时看到19,015点 稍后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和朱sir谈谈谈外围的情况 刚才提到PCE数据 比与市场预期相同好 我们先报报 美国5月份个人消费开支 按年上升3.8% 是超过两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数据亦是符合市场预期 按月比较上升0.1% 核心个人消费开支评减指数 即是核心PCE 按年的升幅是放慢到4.6% 低于市场预期的4.7% 另外5月份 默契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中值 就是64.4% 高于市场预期 数据公布后 美股做好 债息先升后跌 美汇指数向下 总结上半年 美股三大指数也是向上 但升幅不同 道指升了4% 标指升了16% 纳指升了3% 是创了40年以来表现最好的上半年 今年大家都在观望加息的步伐 市场有预期 或者是鲍威尔也放后风就说到 有机会加息两次 在这个预期的背景之下 美股下半年能不能够继续做好呢? 还有朱sir是看好 譬如我当我的仓真的没有美股的 下半年应该是强势的纳指 会继续强势? 还是道指有机会会最落后呢? 我们刚才看了PCE的数据 我们看到消费的数据 也是稍微低于市场的预期 即使是这样 但我们就是说 其实在加息里面 我认为是如联储局局长所说 仍然是有一定的需要 我自己都觉得 至少加最少一次 当然也不预期会再加息两次之后 又说三次四次 其实也应该不会的 最主要我们就是说 要加息最核心的一组 就是我们看到有部分的数据 仍然是相对比较强 主要是这三个部分 第一来说就是那些房屋的 所谓的价格 虽然稍微有回落 但是整体而言除了商业地产 跌得相对比较多之外 我们就是说普通正常的楼价 仍然相对比较硬朗 楼价的硬朗也会带来 另外一件事就是租金 按年的升幅仍然是继续的 另外有几个重点 第一就是在工资的升幅里面 按年仍然是继续的 而且在工资的升幅里面 也看到没有什么 是所谓的放慢的迹象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 是非常之偏低的失业率 虽然失业率是距离最低的位置 稍微有上升的 但是严格来说 距离最低位回升 就是由最低位到现在的升幅 0.5个百分点差不多都没有 变了在失业率里面 仍然是相对一个 是若干十年里面 是偏低的所谓的水平 而这个是建基于加息 加到5厘率流上的情况之下 大家要明白 5厘率流上 其实是没有说 只是针对今次 已经享受了十年低息的情况之下 的对比 现在5厘率有多震撼 就算是说了很久以前的时代 是一向都习惯了高息的 那样也好 但是说5厘率对于美国 上一次大加息周期 其实来说都是顶风 那时是07年 那时候 加完之后 一年之后 坦白说就有金黄海啸 这个 当时是一些 产品管理不适的情况 就不是想吓大家 今次又来一个金黄海啸 就是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 但是始终 我们就是说 在上一个大的时代里面 5厘都是一个 维持很短暂的一个数据 那变了 我们就是说 在整体对于 息率的角度 就觉得第一 仍然有加息的需要 那加完之后 对于市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是很粗份 要看下 究竟 息率 会不会是over 你加上去 第二 最重要的是 这个息率是维持多久的 因为 你比如说 哦 我加了上去 然后我事后看 就是当一个极端的比喻 就是 我加了两个月 我反向减下去 那你就当没有事发生 这个是吧 那问题是 如果你加了息率之后 你是要维持这个 这么高的息率 是相对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的 那长的时间 不需要很长的 你试试在上面那里 其实连续 下12个月 我估市或者经济 都会相对 是比较难的 那就变了 是会反向影响 那个所谓的 股票的价格 这个 所以我都会吵心 就是说 不是想对美股 完全不是这样的 这个 我是很记得 我自己 在香港的评论界里面 都算是很早很早 已经看好美股上升的人 这个 所以我不是一向那些 美股的大大友 这个OK 如果有跟开我的分析 但是 我看好美股 虽然也看好了 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那如果在现阶段 最麻木地 是瘋狂 还是看好 或者你下面 由头到尾都没有买卖过的 现在才大手 不断掃进去的话 其实我真心觉得 是会有一定的 所谓的风险 这个 万一 息率再维持一段 中等围堵的时间之后 然后对一些破坏性的 经济的破坏性 就是在个别企业的破坏性 开始离掉的时候 它说 这个股价 又是扯到近一年高位 那它变成了 那些股票 就相对比较容易 是有一些所谓的 correction的情况 是的 那你刚才那个 message就很明显了 就叫大家 现在如果没有货 就不要盲目地 全都冲进去 但刚才问题的第二部分 就是说如果我也是想 就是怕错失了 未来的上升 其实我这一刻 是应该买道指 就是拨一些传统的股份 能够追落后 譬如说那些零售 或者银行股 还是说 其实就不要跟趋势作对了 你还是买一些 AI相关 或者我们一会会谈的苹果 你应该怎么去选择 其实我们只需要看 里面那些成分股 大概都知情过了 虽然纳指是一个很庞大的 是所谓的指数 但是科普给大家听 其实纳指也有很多不同系列的指数 其中一个你可以看相对 是比较短的 或者是可以收窄一些范围的 就有一个叫纳指100指数 其实100只 老实说 其实恒指也有80只 差不多 多20只也不差几 其实我们如果看纳指100指数 老实说 它自己的index 已经是相对纳指 有什么是比较大的分别呢? 就是如果你看纳指100指数 其实它已经破了顶 已经破了前历史高位 那如果是普通纳指的话 因为整堆中世价在拖累 变了距离仍然相对比较远 都差了二千多点 只要科普了 至少提外说科普了 这些东西 我们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很大机会 特别经历了一个 适当的回调或改变之后 我也会觉得纳指的所谓可塑性 无论是一个回落 或者是向上的所谓的momentum 如果你追求足够momentum的话 我也会推荐纳指多过杜指 因为杜指相对纳指的情况下 杜指更加容易拆解 因为它是不是只有三十只成分股 你背书稍微叻叻 你倒背如流 你从最后的那只都背得上去 变成就是说 它里面的成分股 你很容易支根支底 你知道它里面的结构是怎样的 简单来说 就是它里面相对纳指有几个问题 第一 它是很澎大很暴力的股票 在里面理论上是没有的 很简单的 那些暴力的英伟达 或者暴力的AMD 或者是暴暴的Tesla 它不是在导致里面 对不对 所以它在科技股里面 它是一些很黄道的 但是它黄道得来 走得很慢的 相对比较慢的股票 譬如说 以Apple或者 Microsoft 为主 那里面另外一些 比较次级的科技股 譬如CRM也走得比较顿 好了 然后另外 还有一些 我觉得是一些 怎样说的 坦白说那些 是疑似拖累的队友 或者是 不要叫猪队友 或者是半猪队友 这个其实也是有的 例如我会觉得 银行股 就说 或少都是 列入去半猪队友 之列的 因为在现在 加息加路 这么空悍的 所谓的情况之下 究竟是正式的 抗货队友 还是说 资产负债表 是打到伤了 这个是有害的 大家可以想想 哪一个权重 哪一个是佔重一点 OK 最后就是 它里面有一堆 也是非常稳健的 是所谓的传统股 但是 稳健得来 背后的代价就是 升得慢 OK 比如说是 可乐 或者是 麦当劳 再加上一些 又是很慢的 弱股 譬如麦沙东 所以你知道 整个道指的结构 组合之后 得出的结论就是 它怎样都行得慢 无论跌它又跌得不够急 升得不够爽 那变成了 无论在期货 现货 任何衍生工具的介入 理论上 都是 纳指的澎湃力 是应该是 无论如何讨论也好 应该都会比道智 好 如果朱sir给大家的指引 是下半年 都是留意科技股 好 上半年就做少少的总结 譬如说 我们未来会谈苹果 苹果都升得不错 上半年 又升了50% 但是跟NVIDIA比呢 上半年就升了189% 好 在这个背景之下 其实苹果 虽然升得 就较一些 刚才朱sir形容的暴力股 升得慢 但是上个星期五 其实再升2%之后 收市是报193.97% 那这个价位 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令到苹果 成为了 第一间市值 冲破3万亿美元的 美股上市公司 刚才说到 今年至今就升了 大近50% 这个是个股的价格 市值上半年单大计 就升了9400亿美元 不过去到这么高的水平之下 大河花旗 就仍然估计 苹果的股价 还有接近30%的增长空间 目标价就是看240美元 为什么呢 就说到 理由包括 其实现在市场仍然低估了高价iPhone 推动物利率扩张 以及苹果在中国和印度市场的 占有率的提升 另外 苹果最近发布了Fission Pro 虽然花旗觉得 短期内不大可能成为销售的关键 但他们关注有关产品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以及能不能由人工智能当中收益 好 很简单的问 你同不同意花旗的看法呢 现价计还有没有30%的增长空间 以及应不应该在现水平高追评过呢 有几个问题 首先是否认同这份报告 这个报告 其实在目标价里面 因为其实目标价这一件事 其实很难说 因为你去到时候才能看到 很难很精准 就是说它的绝对对遇错 在讨论目标价之前 它除了目标价以外 它所有说的事情 理论上我都认同的 其实我都写得很好 它那个报告 我真心都觉得 因为它是很清晰地点出了 Apple是有机会向上去吹发劲 其实我每个论点都对了 再重新多一次 因为我刚才是一读完 接着就跳过了 可能观众也不太记得 我复述它一次 它大概第一就是指出了 毛利率是会有机会再扩张 那么这一件事 是近乎必定是事实 因为你很容易计算到的 第一就是说 那个供应链 整条供应链 是因为现在疫情都过了 相对比较久 一切是正常化的 基础之上 那些价格是会跌下去的 因为律实派正常 第二点就是说 Apple如果是以现在调言的角度来看 因为经过疫情之后 其实它那个是所谓的霸道式的 对于零件的所谓的谎语权 如果以调言所得 是应该更加兇悍和霸道的 即是说 在它下游那些是为它 我们叫做苦力功 那些是零件的螺丝功 就变成了那个 bargaining power是更加弱的 Apple好像说 你不做就有很多人想要单 有很多人买单 人家不赚钱都帮我做 那变成了对下游 坦白说是握压得那么厉害 那其实对于这间公司 自己是好 但是当然那些下游 那些什么信誉 或者瑞星那些 可能麻烦一点 或者是纳讯精密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 这个很值得讨论 不过先说一下 这个就是Apple 就是我们只是讨论Apple 你看看你持有哪一只 你持有Apple 那就是说 握多一点 是 好了 那变成了毛利率 理论上一定是扩张的 而第二就是说 亦都是印度那边 其实我们就是说 在iPhone里面 其实在弱哥的国家里面 市场的潜力仍然是很大的 这个 那其中翻译也说得很对 就是说 在印度那边我相信也是 这个 因为那边的经济成长 是高过不少的国家 这个是复苏最领先的国家之一 那人口又超级大 这个正式也都是 坦白说超越了 我们中国的总人口 这个是吧 那变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印度的市场 的确是一个新的 所谓的增长的亮点 河波社说我们大中华消费力 相对比较弱了 这个是事实 但是似乎在iPhone身上 就未必了 这个潜力 其实仍然是有的 在大中华地区 但是当然 最后就是说 这些时间关系都过不了太多了 就是说在Vision Pro里面 市场都是有机会 真的轻视了这个眼镜 或者还是有很多人的那个 image 而都觉得就是玩具 就是两万多元的大玩具 小朋友一起打架玩具 其实我想说 不是的 你先研究多些吧 不如我提醒你 这个OK 好了 那变了就是说 有这么多催化剂的情况之下 Apple其实是真的 是处于一个比较良性的 是所谓发展的 新阶段都不顶的 这个OK 那当然了 你说股价 是不是因为 花旗说是240元 因此我现在发了瘋 然后就是冲进去 这个我觉得 也不需要的 我觉得这个 因为其实你建基于 是你对它没有深度的认识基础之上 你纯粹是为 拿了个数目的 那个数目 就是说240元 然后你就狂冲进去 那老实说 人家不需要为多 人家一回10元 那个时候 你已经六神无主 或者就说死了 我又终极摸顶王 这样 就是你很多东西想的 对不对 我经常都说 你对这个股票没有深刻的认识 你马上进去 你根本不会坦然的 或者怎么说 很坏地说 它怎么会坦然 升你便很坦然 这个跌的话 你真的有很多东西想的 OK 那变成我觉得 在Apple里面 当然我也不是很可怜 还是说 你让它回调才留意 这个是因为我暂时真的不回 这个 如果是没有货币 你可以怎么处理 这个 只可以我觉得 这个真心地 你真是认同我先 你不要看那个报告 说是二八四 整个报告什么都不看 就是看二八四个字 这样的 我觉得 所以你看到我其实 讨论的opening 我是最不 看重二八四个字的 你看到我是看重了 这个 这个 你应该多些 是真心地去体验 这个 如果你是认同了它的话 那你就真心地 是分段地去留意 这个 就是你说 我不介意现在二百九十几元 冒着我地的风雨 被人笑的 这个 那我先下口钉 那你也知道的 股票 是不是 你下口钉 你看到你的结果 这个没怎么这么坏 咸得意 这个 你一会再跌 是不是 其实你一跌下来的时候 我又觉得 你的深坦那天 要 如果你真的认同股份 其实你跌 你不是在那里劣 不是在那里害怕的 你很坦然就说 是啊 我就是想你跌的 其实我下的第一口 就是有个清兵 引你去跌的 反正我买你便跌 然后 我买你真的跌 这就对了 这个就引到你入局了 现在 你跌的话 我就再某个价位去加码 这个 其实对着好的股票 老实说 你那个不是Apple 对着好的股票 其实我觉得 你的健康的心态 你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对于这个股份 都是 你听我这么多分析之后 你都感受到我对它 都表示是认同的 是的 都是看好 不过策略上 可能都是分阶段去买 好 我们看看恒生指数 上个星期五的走势 恒指就是上个星期 在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要向下的 上个星期五 低开52点之后 内地官方PMI 略为回升到49 带动大市是回升最多135点 收市再度向下 收报18916点 跌了17点 挖指微跌1点 收报6424点 科指跌22点 报3911点 一起看看北水的本路 北水转为淨流入 金额167000万 半年累计 北水淨流入1237亿元 单计上星期五 最多北水淨流入的是盈富基金 金额有4亿8千万 中国移动有2亿9千万 联通有2亿6千万 汇控有3亿元的北水淨流出 腾讯有1亿3千万 好 跟朱sir谈谈大市 上个星期五微升17点 港股上半年未能站稳 在19.11点楼上收市 总结上半年 港股先升后回 买单计数6月 恒指升了3.7% 升了682点 上半年跌了864点 跌了4% 科指上半年跌了5.3% 跑输我们刚才说过的纳指 阿泰区方面 也跑输了强势的日股 日股期内升了27% 台股在今年上半年也升了19% 6月份的时候 花旗和摩根士丹利 分别下调了恒指全年目标价 大摩是看21,500点 最差的情况 有机会跌到14,300点 花旗是看22,000点 现在市场就期待 7月下旬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 之后会有一些刺激措施出台 恒指有这个憧憬 就会有一个七番新的机会 以及在中美关系上 其实也很左右住恒指的走势 最新就看到了 也就是美国财长耶伦 就会在今个月6至9日 去中国北京 跟中国高层会面 耶伦的行程细节 就会在手后公布 好了 朱sir在刚才说的众多背景之下 你如何预视恒指下半年的走势呢 你觉得恒指今年的最高位 以及最低位 其实出现了没有呢 首先分析之前说了半句话 就是刚才分析说恒指是跑输了美国 或者是跑输了亚洲某些国家 其实我觉得恒文真的很客气 因为不如直接说 我们香港是跑输了全地球 所有股市算数 因为你是可以客观列举 A那么多的股市 基本上你很难找到一个股市 是今年是头半年是有跌幅的 好了 复属而已 没什么特别的 没什么恶意的 好了 说完这个表现这么奇特的故事之后 我们身于师、长于师 都要继续夹入这么有趣的所谓地区 分析下半年 首先我可能给一个特别一点的看法 因为这套高低位也写得很好 低位就是这个可能慢点 高位就是22,700 其实这个区域的高低端各自 是不是到了呢 我自己先说一下 未必的 是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说 整体指数的波幅 最高和最低是3000点尾 会比较松 其实这个波幅 对于正常恒生指数 一年的最高最低 如果以统计学的角度 其实仍然是狠狠的 这个波幅其实是不足够的 老实说 就算你说了恒指 去年相对的基数是比较 就是低位来说 都很低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看到去年的高低位 很澎湃的 就是最高位去到200,000楼上 还是最低去到24,000多 你高低位差不多 700,000点左右的水平 所以我觉得 今年最高低位波幅 是连肯定是4,000点都没有 其实我也是想重新 是比较狹了少少少的波幅 这个是纯粹用一个数学的 统计学的角度去看 这个 而我们就是说 在下半年里面 这个 我会觉得 低位 可能你说再试多一次下去的话 我觉得仍然都是有一定的可能 这个 特别就是说大家 近段都要留意 譬如说 我们仍然有一些 是所谓的不利的因素 这个 当然了 有不利因素 它是否用这个不利因素 向下进行攻击呢 这个你坦白说 你时候才知道 但是我们只是讨论 它有没有借口向下刺 这个 它是有的 最主要两点 第一 人民币真的相对比较弱 而坦白说 人民币真的有弱的条件 有弱下去的条件 这个 因为最简单是 为什么好像有少少不开心的语气 就是有少少悲观的语气 这个 因为没办法的 你国家息人民币的减息 已经是 这个已经是绝对性的 第一大因素 我们的息差距离实在太过懸殊 是 而第二 就是说 其实经济相对 都是比较混血 一些 通常经济比较混血 一些 其实 currency的力度 都会混血 一些 这个 变成了 在这样的两大因素 隔击的 所谓的情况之下 其实 currency 很难说 是大幅地看好的 变成了人民币 如果是有一些 是上一步贬值的 是所谓的风险 其实也都对于 股市有一定的影响 而第二 也是老身上谈 就是说 经济似乎仍然都比较弱了 一些 如果在这两点的情况之下 它故意地再搞事 去向下 好像心情不好 去挖一挖你 去玩散户 坦白说 你真是没办法的 所以低端 就不敢说 18000点 是一定是绝对性的底部 再重生一次 它多玩你一次 你内磨的 但是它玩完你之后 你就知道 玩人是悲观的 是不是 我现在又 又给了一个乐观的看法 就是 它玩完你之后 你是不是要无限地悲观呢 我又觉得不需要 因为其实中国的经济 或者所有的事情 坦白说 你试试 有没有经历过那些 很差的经济周期 或者甚至差到 好像现在这样的 不是说没有的 有的 譬如说在2014年那时候 你那一刻的经济也很差的 譬如说那些高端赌业股 它银河娱乐 当年打到你20元 它没有疫情 83元打到你20元 然后这个 那最后 它的经济 那两年之后 那2016年一 回复了那时候 那最后 银河原来又回到 六七十元那些 这样的价位 那变成我会觉得 其实是 凡事 衰到绝地 那时候 它就会有一些 强力的政策 或者是 很多东西 在一起 然后就令到整件事 是一段时间里面 是有一定的扭转 那这个是昔日 就是中国的股市 或者经济运行里面 那个稳率 它都是这样行的 这个 那我不 当然我不排除 今次的回復可能 是相对比较弱一点 可能这个 因为那些累积的问题 或者累积的基数 越来越大 那但是呢 始终你说 是不是说 遇着下一个终极悲的L型呢 那我觉得 都未必的 它总会有一段的涟漪的刺激 或者是反弹呢 那我们都觉得 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那这样分析完之后呢 就因此的结论就是 在最低 或者是最高 都可能是未见的 这个是我自己的结论 好啊 好啊 我们跟大家更新一下 那个恒生指数 开市前那个 对元盘的情况 那下半年第一个交易日 恒指能够 在19,000楼上开市的 那么最新数据 就是19,002点 高开86点 高开幅度 就是0.4%左右 那么 国企指数 正在升0.5% 高开32点 6,457点 科技股指数 就高开0.8% 上个星期 就升上上 50天线流上 那现在呢 就是3942点 升31点 即可月期指 正在升137点 18,944点 是低水 50点左右 那和大家跟进 这个业本股份 开始前的最新情况 那这样呢 科技股方面 今早就是做好的 看到阿里巴巴和腾讯 都能够高开 美团和京东 高开的幅度 是超过1% 看到4个ATMJ当中 升幅最小是腾讯 出了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说 暑假期间 其实他们就是 未成年人 整个暑假计 他们是很precise的 就说到 由7月1日 至到8月31日 就只能够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晚上8点至9点 去登陆打机 整个暑假计 只能够玩26小时 看到今早 腾讯的升幅 都是跑输其他科技股 另外 比亚迪就出了 新车销售数据 今早能够高开1% 高开2.8% 开市的时候 到252.8% 汇控靠稳 高开5毛 61.5% 中国移动要跌 低开5线 好 小小的结果 就是说一下 朱sir觉得 今年的恒指高低位 未见了 简单 我经常说 我的想法 就是跟普罗大众很相近 就觉得最近的 叫做Catalyst 就是政治局会议之后 刺激政策 你觉得能够令恒指上 22,700点上的 能够有机会 嗯 其实我觉得 当然 我也会强调 跌得多的时候 其实是 没有人会再看我的市 是 这个广告很喜欢的特质 是 升到2万多的时候 很多标题堂 就有2万6 2万3万就出现 有些人还要相信 是 好了 所以你看到我 这些讽刺的语气 其实我想说 在广告 我始终也会觉得 是一个很有趣的市场 你永远说永远 是 跌了下去 当很多人绝望的时候 他不会想到 有任何吹霸剂的 这个 倒反正 你看到我的表现 就有点不同 我倒反正很喜欢想到 跌到太差的时候 究竟他有没有 那些所谓的吹霸剂 我重新来说 是有吹霸剂的 刚才我们说了一项 就是说 他很大机会 就是在市差的时候 他会出一些所谓的强力的 所谓的政策 那政策这件事 就有机会 使得指数可能 夹来一段 好了 夹来一段 之后 进一步可能的吹霸剂 可能是什么呢 这个 可能第一 就是说美国那边的息 终于去到尽头 而且开始是放风 是有少少开始一些 是减息的 所谓一些的迹象 这个 可能是第二个吹霸剂 而第三个吹霸剂 还可以是什么呢 这个 大家知道我们香港这些股票 一向的股值 无论如何计算 都是偏低的 现在FORWARD PE 就9.5倍左右 是的 就是什么都是低的 就是相对 特别是未低的 你现在不理数据了 就是低就是低 就是低 这个不需要讨论 但是我们就说低得来 所以低 它就可以上下其手 低的话 它侮辱你的市场 反正你都低了半级标准差 不如侮辱到你尽 然后我就给1.5倍标准差 多压你一阵 但是问题是 在低里面 它也可以是用借口 就是说 你低的 你淡有多 你香港 你全香港社会做淡 那我用低的借口去夹你 夹高你1.5倍标准差 夹死你的淡仓为止 所以在一个所谓市场 整体的股票 那个股值低 对于淡有个不利之处 先天已经你见到 低的 我低夹到你正常的话 你的淡仓已经昏低了 还要它还可以感上天花 感上天花也好 或者火上加牛也好 它怎么可以夹多你一阵呢 它用一个理由 或者借口就是 在偏低的业绩里面 经过了度位密化 经过了四季度的业绩之后 原来 去到最后一期 第四季度的业绩 我们看到 有某些可能的大股 如果真的禁行运地 那个业绩 是一浪高于一浪的 在每一季的角度 到时淡有就会说 哦 其实 你们是对于香港的股票 你们是低估了它 原来经历了经济 理由或者借口 那么多所谓风箱也好 原来他们的业绩 真的来说是不错的 当然这些全部都是借口 最重要是因为 你做淡仓多 那我就用这个理由去夹你 所以我会重新就是说 在港股 在去到相对高位的时候 它自然一个稳率 不知为什么那么有趣呢 就会出一些利淡的因素出来 去扮你的事 而相反地 它压到你绝望的黑港的时候 它又不知为什么 每次都这么巧合 每次都是这么巧合 然后就会有一些利好的 最整堆的利好的因素 然后就和你夹一大段上去 我觉得始终港股 印证了这么多年 真的很深刻 它也是这么做的 畢竟 看回今次的就是这样 好 我们跟大家跟进几个数据 恒指刚才说了高开86点 站在190点上 现在一个升幅在扩大 升幅210点 升幅超过1% 19127点 10天线是19166点 距离大概40多点左右 就看看今天能不能上升 10天线 好 国企指数现在高开之后 就继续做好 升幅82点 到6500点上 6507点 最新是报 科技股指数升72点 升幅1.8% 3982点 積货月期指升230点 和大家再看两个数据 首先就是看利岸人民币会价 现在早段是要升的 就是美元跌 利岸人民币会价是升的 去到7.26水平 就是升穿7.26水平 最新是报7.2519 这个就是最新的利岸人民币会价 让大家再看一个 就是内地股市的最新情况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 普内地股市组段 都是做好的 先看上证综合指数 最新升12点 3214点 深证成分指数 升63点 升幅0.5% 跑营大市 最新是报1090点 互深300指数 升0.5% 升20点 3862点 即是现在港股高开之后 就继续做好 内地股市都是上升的 人民币会价暂时都是做好的 这个有一个最新的picture 给大家了解一下 先和朱sir谈谈那些车股 先讲讲小鹏汽车 900-600 上个星期公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他们出了新车 就是G6 刺激股价是单日大升一成的 港股收市升到50元 去到9个月以来的高位 另外周末期间 那些车企都先后出了一些销售数据 小鹏其实是做得比较差的一家 按月是上升 但按年其实就跌了48% 而比亚迪和广汽旗下的艾安 就按年上升80% 理想和长城 按年都升超过一倍 小鹏的股价过去一个月 其实就升了六成 由30元便升到50元 理想都升了接近两成 未来都升了29% 比亚迪同期就升6% 恒指同期就升不足4% 好,朱sir你怎样看 其实市场 不要说很远 说六月 汽车股升 其中一个就是 经济数据做得太差了 期望有扶持政策 期望扶持政策 在不同行业版法里面 汽车大家都是很憧憬的 好,这个扶持政策的憧憬 出台这个因素 其实你觉得 反映在汽车股相关的股价上 我觉得仍然是反映了大部分 但是你说是否完全是去到尽 那也是未必的 但是如果再精细地说 都是要看回每一间公司 自己的销售情况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说 其实他们汽车股 特别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里面 其实大家是技术有高有低 也都是有快有慢的角度 变成说其实在销售里面 大家都不是同上同落的 倒反过来 有些所谓的分化 仍然相对来说是比较厉害 譬如我们就是说 在卫小里里面 我们都看到很明显 理想起车跑了出来 而未来近日游的低位 的确确如果再夹升多段的话 可能你游减最高最低位的话 其实你一分钟一倍都敢死 因为其实有的 你肯定可以说是一倍的 因为你市有最低位 你不要计算近期的短路 你只是计算它历史的低位 小鹏是$26 我现在这一刻是$53 $54 那它就倒转高低位 就是一倍 但是我们就是说 其实这个一倍很明显 就是因为它新的车 就是G6 其实出来了 那些报告也说 它可能是销售得 可能相对比较是猛烈一点 所以这个股价是冲的 就升了上去 但是大家都可能要小心一点 就是说 当然了如果你下面买到 你一定会很开心 恭喜你 但是问题就是说 它高低位升了一倍 其实是暗含了市值的膨胀 都说是 起发400亿市值以上的膨胀 如果万一这架车 那个所谓的卖出的价格 不是你想象中 就是这么夸张到 是这么重要的 是所谓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这个股价会不会就是 出了新闻这一刻 再夹多你一两夹 这样 然后就买入计 才会冲的 这样 那大家都要留意这个 是所谓潜在的 是所谓的风险 这个 当然了 其实在整理汽车股里面 我会觉得 就 就与其去爬冷 就是爬冷的意思 就是 我都没见到 它有一个 是所谓真正的 复苏的趋势 然后呢 我就拼它 是会有败步复活的可能 然后呢 我就去抄底去买的话 其实你现在小孩 是见到 现在这一刻 会得这么空悍 你才会说 这个可能是一个机会来的 这样 就拼一下爬冷 但是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爬冷 其实是不是这么容易呢 老实说 我觉得不是的 反而就是内心留意 或者分段留意一些 是现在这一刻的汽车数据 都算是不错 也都是一个很明显地 很大机会是一个 是胜利者姿态的 或者是领导者姿态的股份 我觉得 这样去赢钱 反而是来得舒服 虽然你可能未必赢到 太爆炸性的 是所谓的获利 但是有时候我经常劝 这只股份 你真的不需要 是说升太多 你都可以赢得厉 这个可能性是什么 这个 不是叫你打孖展 这个 是不需要打孖展 还是威力可以比打孖展 是所谓的期权 的long call 其实你用long sign 去吃住政府 你有机会 政府真的不需要 太高的升幅 你都可以有个 所谓的回报 有个理想的回报 OK 这变成是运用期权 运用下去 一些是 而由胜利者 姿态的 是所谓的股份 你的价位是压缺得中的话 其实也不见得 威力会弱 好 那你刚才那个暗示 我解读了 你说那些销售数据 理想的 都可以继续留意 比亚迪 你会比亚迪 比亚迪多 比那三间电动汽车股 其实比亚迪 我会觉得 始终都是会 有高有低 始终都会 他最近都 受制了在270元的价位 可能要整顾多一段时间之后 才有可能 是再 步地向上 OK 第一 无论如何都好 比亚迪 我觉得 值得留意 是所谓的股份 另外 其实理想汽车 由头到尾都是相对 是比较 偏强一点 这个 那你见到 仍然都维持了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但是理想 我觉得 其实也是那句 我觉得 你 用期权去取代 这个证股 会好很多 这个 无论是long side 或者是short side 这个角度 因为理想汽车 我会觉得 他现在8.4元 这个 我经常都提一个 股票看的一个 就是稳率 你不要只是 执迷于它的股价 有时候要看它的股价 背后 represent 或者是显示了 它的市值是多少钱 因为有些股票 你知道会受到总股数的影响 有些股票的价格很大 你的市值不大 有些股票的价格很小 好像那些银行股 有些股票的价格更便宜 一斤白菜 但是它的市值 一定是很贵的 市值是几千亿 或者一万亿 这个可以 这是和总股数的关系 那变成了 我们就是说 在理想汽车的角度 它的股价也很大 但是它的市值 也算是更加大 现在升升 它很快就有三千亿市值 但是如果你三千亿市值 就和比亚迪的市值 其实有距离 搞一搞一搞 又不差得过远的 就是现在理想汽车 我相信它怎么也有 比亚迪大概40% 所有的市值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 理想汽车 现在汽车的销售价值 有没有给比迪的40% 当然没有 它大概只有4.5% 真的十多个% 那你变成这样 直接对比较 就算你加上理想汽车 那是所谓的市值低的优势 或者叫做规模相对比较低 就变成有规模效应 会令到它的增长 会比比迪的 就算加上的因素也好 还是市值的差距 不是那么阔 其实也会有一定的 所谓的风险 那风险在于比亚迪不升 即是再继续不升 你理想汽车 向上打开的空间 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有时股份也要关注市值 当市值去到太大的时候 你就可能要用期权取代证股 那就可能比你更好 大手去买证股 好 我们来看看经济日报 那么小块推介 今早的AT个股推介 第一个是建议大家留意长和1号 简选原因是 每房股市处于低潮 上市公司的价值被低估 而一些业务多元化的上市综合企业 因为业务未全面展现 而价值更容易被严重低估 上市综合企业或者它们的母公司 往往趁着低潮私有化 旗下过于低差的资产 或者找机会按市场合理估值出售部分的旗下资产 从而将相关的价值释放 并且提升公司手上的现金水平 提高增加派息和回购能力 长和旗下的CK Hutchison Networks 在2020年11月 同意以总代价100亿欧元 向公司Selnex 出售奥地利、丹麦、爱尔兰、意大利、瑞典 和英国的电讯发射塔资产和业务权益 并且因为需要多国的批准 而在两年内分阶段出售 今年3月中公布的去年全年业绩之后 长和先在5月份出售部分意大利电讯网络设备 然后在6月份又宣布旗下3UK和Voldafone 就英国电讯业务达成合并协议 对于长和出售部分意大利电讯网络设备 瑞允估计长和从中获得24亿欧元收益 至于3UK和Voldafone的合并 瑞允认为合并有协同效应 连同上还债务可能令集团每股资产价值提升12元 合并有待股东和监管部门批准 交易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底前完成 长和应有价值仍有待时间反映 投资者不妨等待长和股价回到46元 初步目标先看60元的关口 第二个推介个股就是希臣14号 随着今年本地的经济和零售业在疫情过后有所改善 希臣轻业业绩将会是规转型 与其本年度有机会收大约7.5厘的股息 是吸纳的时机 希臣今年的预测股息率高达7.5厘 是本港主要收租股当中的股息率最高 除了因为希臣向来稳定派息 亦是因为公司去年全年业绩受到疫情拖累 落得亏损 拖累股价回调 公司股价由2月起反复下滑 现价由年初高位已经累计跌超过两成 走势跑输同业收租股 与其今年业绩改善 有意的投资者可以是趁低吸纳作长线的投资 除于疫情过去 本地收租股今年的业务预料可以改善 希臣作为铜锣湾的大地主 主要收入包括区内几大商场和写字楼收入 至于本地零售市场 市场普遍看好 花旗预料本港全年零售销售 按年会上升20-25% 主要是反映内地旅客丛林 本地社交活动复苏 以及去年比数比较低的因素 以上全部都有利希臣 股值方面 希臣现价相当于今年底为止 每股资产净值折让六成二 较历史值低一个标准差 考虑展望改善和零售市道的复苏 估计股值基础和收租股同业体齐 将会有利股价 希臣股价近日仍然是积弱的 相信短期的趋势将会在8月底公布的中期业绩 当业绩扭规为盈的消息 加上稳定派息政策 预料可以提振他们的股价 市场预期 希臣今年的盈利可以达到20亿 预料可以稳定派息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答大家问题 稍后再见 不要走 到底三角形态有哪几种形式呢 怎样判断买入和沽出时机呢 如果遇到假突破或者假跌破又怎样呢 上集讲到大湾区置业前景和楼价走势 今集理财要贴地 继续有大湾区置业顾问陈沛如Samantha 和大家分享大湾区置业涉及什么费用 和怎样做按揭 ESG已经成为投资大趋势 越来越多强积金计划推出ESG相关基金 究竟现在有多少选择 回报和前景又是怎样呢 今集退休职门分 邀请了强积金专家梁世杰 为大家盘点和分析 在香港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 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就算是大型的连锁品牌 在疫情之后都要想尽方法吸客 当中包括大湾本土情怀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ED才智talk 今天邀请你Andy聊天 And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半年结了 大家总结上半年 看看下半年怎样玩 说真的 我觉得上半年环球股市 有很多黑马跑出来 大家都掉了 当它升到差不多的时候 已经发觉 哇 升了很多了 人人都想在金融市场赚钱 难道人人都懂得怎样赚? 想做市场赢家 才要掌握市场形势 在通知金流行 我顾梓君 每个星期会请来金融市场 各路精英 为你深入淺出 拆解金融圈最HIT的话题 用数据探测市场风向 市场赢家 尽在ET才智talk 回来节目时间 我们和大家跟进一下大市走势 因为高开之后 升幅扩大了 先看看恒生指数 刚才是高开不够100点 报回数 刚才是高开86点 现在升幅要求近300点 升至285点 最新的数据 是19,201点 升到1.5% 今早上升近300点 升穿了10天线 这是恒生指数最新的情况 科技股指数 即第三行 大家看到最新升穿了4000点 刚才也是高开的 刚才高开31点 现在升近91点 升幅超过2% 这个数据也是今早上升了10天和20天线 高位是见过4,014点 那条100天线是4,028点 和大家看看几只股份最新的股价情况 现在大市上升 科技股也有不错的升幅 阿里和美团都升过2% 京东升幅比较大 在升3% 升5元 腾讯刚才说到 就是公布了暑假期间 打机的最新政策 未成年人打机的时数 其实也不太多 现在股价是向上的 不过就是跑输大市 升1.5% 升5.2% 336.8% 比牙迪升2.4% 看看电动车相关股份 其实升得不错的 小鹏汽车刚才说到 就是有一个最新的电动车推出 现在最新升1.1% 到55.95% 除了有最新的汽车推出之外 也有大行唱号 另外理想汽车也升3% 比牙迪和惠来也升2% 周末期间公布的汽车销售数据 看到广汽旗下的Ion 也有一个不错的销售增长 不过现在股价升幅 就低于其他汽车相关股份 最新升1.5% 澳门倒业股方面 澳门博彩监督管理局 就是公布了 6月份 那个博彩毛收入 按年就上升5.13倍 这个就是延续之前的升势 但市场原本预期上升5.3倍 所以升幅略少于市场预期 赌业相关股份 今早也是做好 金沙和永利分别升2%和3% 银河升3% 最新升6%至51.3% 内房今早也是个别发展 碧桂园和合景泰富升3% 农户要逆市向下 中国海外和月秀地产都逆市向下 华润置地上升1% 跟随大市更好 报33.6% 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跟进大市情况 现在先回答投资者问题 我们先回答朱sir的忠实粉丝 Alan Ting 他问你 朱sir你怎样看Amazon和Tesla 下半年的走势呢? 借利润率还比反弹 可否再升一浪呢? 另外,Tesla的交付率远胜预期 可否带领大市升到8月呢? 首先,我们先说在Microsoft Amazon Amazon Amazon和Tesla 首先,Amazon 我觉得仍然有一些所谓的保留 不是说完全是升不到的 但是这个所谓的上升 很坦白说 我觉得跟股票自身的改善面的关系 就不是太大 也说得很白 这个上升可能纯粹建基于股市 可能是再推一阵上去 然后由纳斯打指数 然后自己硬是期货 推一阵上去 由于推一阵上去 他要一堆成分股推一阵 可能是权重比较多一点的Amazon 他不是借一些仪 是当搭车 然后搭上去 你一听就是说 如果是纯粹指数拉升的话 对一只股票进行拉升 其实是很不坏的 其实这个是 我就是想跟你说 是很不坏的 OK 那为什么会相对是这样看呢 因为我觉得在Amazon里面 其实暂时都不是很看到 很重大的基本面 所谓的改变 这个 比如说在电商那一部分 其实在特别国际线那一部分 我们看到在最新一期的业绩 那个的盈利 或者整体的成本 或者盈利率的控制那方面 其实仍然都是一般 我会觉得 这一部分都不是很擠到 所谓的利润出来 那变成了 在盈利的程式里面 可能就会有少少少减分 而另外就是说 在一个所谓AI热潮的 所谓的情况之下 我们暂时都看到 反而在Amazon那边 动作就真心相对来说 是比较少的 而我们就是说 都会担心在云计算里面 那个竞争里面 是那么focus on AI 也都是很有AI的 一个所谓DNA传统的 所谓的Google Google 和Microsoft 他们的云计算 会不会那个部署里面 是真实地领先了 是Amazon呢 而令到那个所谓的 视践率 其实慢慢地 是有一个 事先比奖所谓的可能 因为就算在第一季度的 全地球的所谓的 所谓的云计算的 似少比奖的 所谓竞争的趋势图里面 我们都会见到 Amazon虽然 仍然远远远离开 都是老大 但它那条Curve 已经很不幸地 在回来的 这个市占率 反而就是说 Google 和Microsoft 都是高歌猛进的 这个市占率 就是一条很漂亮的Curve 是慢慢地 向上升 他们的向上升 一方面就是蠶食 或者是伤害其他弱势公司 而是稍微是伤害 Amazon的基础之上 而进行的 如果这个趋势 继续持续 比赛的话 Amazon的股价 很难有一个强劲的理由 或者借口是向上升的 OK 这个就是Amazon的 评论的情况 而我们就说 Tesla里面也很恭喜它 它最新是在我们 香港时段的早上 所以新闻也是新鲜毅热的 在Tesla里面的盘后 因为它整个盘后 它静止了很久了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开市 这个是不是 那变了就是说 在这个股价里面 是没有反映 那你稍后可以看一下 它那个盘前那时候 那个反映是怎么样 我相信是正面的 这个 你说盘前高开2-4% 我觉得是非常之合理 这个 因为在这个数据里面 的而且确是 终于有一期是好 市场的预期颇多 那也是很恭喜它 因为我都不愿意 你都没有骗大家的 这个利益申报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股票 那一定会申报Tesla的 这个我其实坦白说 我们基金持有的 第一大都不怕说 我们第一大持仓是Tesla 所以我看到这个数据 我肯定是为它开心的 这个是吧 那在客观的角度 不要管我有没有货 这个是在客观 只是尽量客观地看 这个数据来说 那非常之OK 这个是吧 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那个大概是2万架左右 那兼且呢 其实想提大家 其实Tesla 它自己对于 汽车的销售本身 原来它自己的IR 这个 IR中文译做什么 这个 即是Investor Relationship 那个部门 其实它很容易 别人自己去 去预测自己的 是 就是可能综合 那些分析师的预期 然后呢 这个IR部门 就综合了 整个数据出来 就是告诉你 哦 IR呢 我们公布的数据 大概预测是增长多少 这个 这个IR的数据 其实很多季都不是很准的 每一次都是估高了 这个OK 就是出来 然后就打面 简直 这个OK 但是呢 这次呢 终于不打脸了 终于是一个 甚至高于IR少少的 一个所谓的数据 另外一个是 比较可人的数据 指数据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产销之间的平衡性 这个 因为TESLA在最严重的一刻呢 我记得 它那个 产量呢 是比销量高 我印象中 记得是 拉阔到 2万架到 3万架 那这个是拉阔呢 相对回 它在太平城市 那个时候呢 是倒反转 销量比销量大 就是说 它现在仓底的货 都是要 卖给你 不够卖的 这个是它最厉害的 情况 我也记得 近这八季呢 它最疯的那一刻 那个销量倒挂呢 是倒挂了5千架的 OK 但是呢 在TESLA 卖到他100元的时候 那个所谓 产销的差距 是由-5千架 是被拉阔到 2万架 到3万架 好了 最新一期现在的数据呢 又缩窄到 只有几千架了 然后 而且是段季不断地改善的 是由2-3万架 缩到下去 1万架 然后1万架 然后再现在是几千架 这样 这个所谓的产销的收集平衡呢 你都可以看到 那个 demand 是真心地开始回来了 而不是说你贫空 我弄了那些车 还是你卖不出的 这个是不行的 是不是 那变成了 在整体我们呢 最后一个 是要过最后那一关呢 就是对于TESLA 你也知道的了 一去到200美的时候 我们很顺理成章的 这个就会想 没有突破300 这样 这个OK 我觉得其实突破300 不是说没有可能的 这个OK 但是就要过哪一关呢 大家记住 好像7月19日 我不印象中 不太记得了 这个还是7月底 大家查一下这个 那TESLA就会公布 它那个 是所谓的那些 业绩啊 那些这样的情况 那到时呢 你就可以看看 它无理的这个真相 因为其实 是人都知道 或者是有跟踪 TESLA都知道 它最新一期的业绩 那个重中之重 根本其实每一期业绩 甚至可以这样说 每一期业绩的重中之重 其实不是在 汽车销售价数里面 因为很有趣地 它大多数时间 是先公布了 季度汽车销售数据 公布完之后 整个数据都在了 然后才去公布 所谓的那份业绩 所以呢 在销量里面 没有惊喜的 这个是 就是打开了 给你看完的了 已经 但是在业绩里面 相对打开了 看的东西呢 是差一个什么 你看不到 要在业绩才看到 毛利率 指项毛利率 指项所有成本 和顺利率 这个OK 那变成说 如果毛利率 都是有改善 或者是明显改善 那个毛利率 是再拉高回去 远远高于20% 对于 Tesla 这么低 这么不能接受的 一个所谓的水平 可以大幅高于20%以上 去到25% 26% 那基本上 这个股价 就会有进一步的借口 去夹上去 好 好 我们一提港股 有个朋友叫欺欺 他就想问这个中兴 763 那他 其实今年至今 中兴都真的升得很暴力 那他就说 但是他就不是低位买 他是高位追的 他是接近现水平 他是30元买的 那他就说 股价可以上网多少呢 那update大家 今年至今 其实升了89% 中兴通讯 是 那我们分两个角度去思考 那如果 如果从好的方面看的话 其实中兴通讯 的确是今年来说 绝对来说是强势股的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今年恒生指数 有多强的 对比是全世界的股市 那些坏东西不说了 不懂回应 是的 我都不想回应 看到也想吐 那在这么吐心的指数 的情况之下 那幅图 就倒转是 似美国股票 似日本股票 这个是吧 所以大家觉得 是不是很难得 而且在香港里面 这么差的市 他可以拉到这样 还要不是那些世界股 那些很正经的 国企 那类类国企股票 他可以拉到这样的话 那我会觉得 他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你想想 如果没有一些 很强劲的道理的话 在一个这么差劣的 恒生指数的市 我们作为大户 够不够胆去买上去 都不够胆的 对不对 就是会很害怕 我拉到这么高 还是你的指数这么肉酸 会不会我就是 最傻抬招的那个人 然后让你这群人 不停地丧沽下去 就是你会 承认这个因素 对不对 但是呢 他都可以 有慈无恐地夹 那当然 应该是有一定的原因 而在业绩 那边看 或者客观 就算是最 的市盈率 角度看的话 其实也都是 倒回来 现在30元 其实你的市盈率 又不是特别贵 这个 Forecast 其实来说 都是13-14倍市盈率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 fair 或者是合理 不冤屈它的 就是委屈它的股价 OK 那这些市场 所说的那些东西 都是一个比较偏好的 所谓的角度 所以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30元 其实是祝我知 一定有心理压力的 这个 但是你也是没办法的了 你也是设置止损的 这个反正 其实我觉得 港股其实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玩了这么多年 都蒸发了香港 那么多财富 都很多人继续加力下去 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这样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真心来说 没什么好害怕的 你设置一个客观的止损 就let it go 就可以了 那我最后一句 就是说最后两点 第一就是 可以设置28元做止损 这个 那既然不拼出这个位置 就会推上去 不过说了这么多好事情之后 我最后也想说一件不好的事情 让你参考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把中兴 缩到整个人身所有的图表 你会发觉 它是在30元楼上的日子 一个四字成语 是寥寥可数的 比如说 这个我不是想吓你 这个 就是帮我开个图表 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它最早 是去过30元楼上的 是2017年的 那他那一刻呢 你见不见到 它有个超级的裂口 打下去的 那你说 是不是因为徐政啊 宋红股啊 sir 你不要欺负我 我不懂事啊 我想告诉你 你听那个裂口 是真的裂口 这个 因为当年他被特朗普搞的嘛 是 那就暴跌了下去 那然后呢 你见到呢 往后几次呢 去过30元楼上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都是跌回去 或者重跌回去 30元楼下的 大概是2020年的1月 和2021年的 大概年中年尾左右 都是去到30元楼上呢 就say goodbye 跌回去的 还是你下面指洩呢 它又跌回去的 所以呢 我会觉得 在30元的价位楼上呢 它真的很多次呢 是已经证明了太多次 它好像不是很突破到 是 那当然啦 我都知道这些股票呢 熬了N那么多次之后呢 就终于可以上回去的 譬如说以事后看比亚迪 在80元顶了无限版之后呢 它终于可以升到上去的 但是我转转说 100个例子里面 你总会找到 这么正面人身的例子 可能另外99个例子是反例来的 你明白吗 那我都会担心 中兴呢 是不是今次就是 今次就是这么顺乞 就是远远突破30元那次呢 那我不太懂得说了 所以呢 它这个图表上面 那个 小小半魔咒性的问题呢 那我都提了你而已 是 好啊 那大家就参考一下 朱sir的看法 它两边的 Pro's and Cons 都有讲给大家听的 那大家自己做一个 适合自己的分析 好啊 也有很多数要和大家报告的 那就说了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了那个大市的情况先 大市呢 刚才呢 就是高开了 之后升幅扩大了 不过呢 高位见了19,242点之后呢 现在呢 升幅要收窄的 那就下回20天线楼上 不是 20天线楼下的 即是一度升穿20天线 不过现在呢 就升幅收窄中 最新升198点 19,116点的 国企指数升85点 科技股指数升72点 不过三大指数 目前的升幅 都是超过1% 即是月期指 升228点 19,037点 低水大约30点左右 刚才的表就按错了 好 那我想给大家看两个股份 最新的股价 那就是两个发了营起的股份 一只就是中国重器 一只就是遗柴的 咦 走了 好 先说这个遗柴 遗柴就是2338 它就发了一个营起 截至6月底为止 那个中期盈利 就按年上升50%至70% 最多就是赚40亿6500万人民币 现在的股价就是升近6% 最新就是上升到12.16的水平 另外一只也是 中国重器也是发了一个营起 给大家看看 现在最新升超过9% 最新是报16.7 高位的时候见过17.2 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营起 截至6月底为止的盈利 就按年增长80%至1倍 主要是受惠于国内的宏观经济 稳中向好和海外市场需求提升 重卡行业的需求复苏明显 现在的股价在升9% 升1.46 去到16.68的水平 宏观数据方面 和大家跟进一下 刚才朱sir就说到 今天就会发布的财新PMI 在9.45分的时候就公布了 6月份的制造业景气指数 就是回落到50.5% 5月份的数据就是50.9% 即是今次的数据 比起5月份是有所回落的 不过连续两个月 是一个扩张的区间 但是增速就有所放缓的 显示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那个修复就是减速 市场信心就继续回落 但是可以开心的地方 就是它仍然是50% 性需分界线的流上的 这个就是最新的数据 来跟大家看看 内房股方面就是个别发展 电动车股都是继续做好的 不过刚才特别说过 这个小鹏汽车 一度是升过10% 现在升幅收窄 升8% 去到54.2% 热门股份方面 升幅都是略为收窄 京东仍然是跑人大市 升大概3% 最新到136.3% 好 节目完结前提提大家 今天和这个星期有什么需要留意 美国星期一 只有半日市 星期二是独立日假期休市 数据上 今天会有6月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即PMI的中值 和供应管理协会 ISM制造业指数 星期三会公布工厂订单 到星期四 联储局会公布上个月的 议息会议记录 和初次新领失业救济人数 到星期五 会有飞龙新增职位 以及失业率数据 今早就多谢太风东方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朱俊文 陪大家一起开市 刚才说的股份请问 你有没有持有 有 这个Tesla 好 谢谢你 我们明早就会有太一资本管理研究部 董事汤黎雄 Kimmy 陪大家一起开市 欢迎预先留言提问 明早同日时间再见 拜拜 去吧 hela吧 感谢观看